哈喽大家好,我是Lisa 很多小娃娃们都问我啊 Lisa,我要怎么学英文呢? 呃...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阿滴不是误我吧 我又不是教英文的,怎么会知道 娃娃TV 好啦,其实我有发现很多华人都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那就是口语的部分 我们大部分人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受的那种教育 就是铁鸭式教育嘛 就是考试、考试、考试 很少有学校会训练你口语的 或许你很会考试,你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很好 但你可能不太会说 最近就有好几个已经在美国的小娃娃们来跟我说啊 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是听了懂老师在想什么啦 但因为他们不太会说也怕说错 所以他们上课都不敢发言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去找那些说英文的朋友们聊天 这样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会越说越好了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啦 我刚到美国不久没有什么朋友 我都不敢说了我怎么叫外国的朋友 我的朋友都是华人等等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很多华人的问题啦 我们这边华人太多了 很多人呢都跳不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教外国的朋友 那这怎么办呢? 其实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蛮不错的APP 这不是业配哦 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我用的 之前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在学日文 我可以从电视啊书本上面学到很多日文 但就是没有地方可以练习 于是呢他就推荐我一个叫做me up的APP 我在里面找到好几个我们家这附近可以让我练习说日文的group 而我现在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 而这也让我现在日文越说越好 也交到蛮多日本的朋友 我们甚至私底下还会约出来玩 这个APP呢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人可以去举办活动 然后让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参加活动 它算是一个约人的APP啦 它活动地点呢是要由主办方自己去找的 有些活动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一点钱的 像我参加那个说日文的group呢 它就是免费的 他们是约在一家咖啡厅 你去就可以坐下来聊天了 而他们约的那间咖啡厅呢 没有硬性规定 你一定要买东西才可以坐下来 不过很多人都会至少买一杯饮料啦 所以基本上算是免费的 那我还有参加另外一个也是说日文的group啦 它是Takoyaki Party 也就是章鱼烧派对 这个就是要付费的了 因为他们的场地是租的 而且Takoyaki也需要材料费嘛 所以他们跟每位参加的人呢 都着收10块钱的参加费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在用meet up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东西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你可以依照你的兴趣去找你自己喜欢想参加的活动去参加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呢 既可以练习说英文 你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你在美国想要练习英文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去参加语言的group 你可以去参加别的group啦 像是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爬山的group去参加 那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交朋友练习说英文啦 当然啦 这个前提是你参加的非语言的group是在美国啦 如果你参加的group是在日本的话 那当然是说日文啦 是在韩国的话 那当然是说韩文啦 那如果你在其他国家 或者是在台湾想要练习说英文的话 那可能只能找语言的group了 不然其他活动的group的主要语言 应该都是那个国家的当地语言吧 像台湾的话就是中文啦 那如果你在美国不想要参加其他活动 只是单纯的想要练习英文的话 我在面奥上面也有发现 蛮多练习说英文的group 当然我不保证你在的地区一定会有啦 不过在我们加州这边是蛮多的啦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找找看自己家附近有没有什么group可以参加啦 那如果你住在旧金山湾区想要练习说日文的话呢 欢迎到Mountain View去参加我参加的那个group 说不定可以见到我 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去 如果我有空的话啦 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或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了去帮我按赞加分享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也不要忘了去帮我按下订阅 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喔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Follow按赞一下喔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